我够表现的 你吗 我 明天我 北京时间20点05分 各位好 今天是2018年的11月20日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 我们的直播小白合作日记又开始了 怎么瞬间就来了三千人 你们都从哪儿冒出来了 有人询问说怎么今天两个动态人物 是这样的 其实是你们知道的咱们家空景 对吧 然后现在基本上不来了 但是他不是有的时候他那房间空着 所以会有他的同事闺蜜 然后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都是空姐 然后分分来 然后今儿呢 下里边两个得 也就是空姐的闺蜜和他的闺蜜的闺蜜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一如既往的高冷 基本上 我们也说不太说道上话 好吧 各位不影响我们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依然会有许多精彩的内容 但是话说呢 你们也知道昨天晚上经历过 咱们这个电脑根本就断掉这种情况 所以 这种情况 对 我们下来点儿 我们下来点儿 咱们这边 我们下来点儿 我们下来点儿 咱们这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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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手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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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美上 主办马拉松赛事的 这家叫做智美 智美智慧的智 美丽的美 智美集团 智美体育 也就浮出水面 为人所关注 就是话说 举办马拉松 无论对城市 对运动员 对于观众 它都是好事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央视通过转播马拉松 对来推广这项运动 我觉得也很好 问题在于 就是主办马拉松的 什么智美体育 它的运营 好像是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点乱 我查了一下 据说 说它举办的每场赛事 都是这种标准流程 这个来 然后按这个来 根本就没有 比如城市的地方特色 对呀 包括什么服装尺码不够 开跑拖延 补给短缺 奖牌不走心 奖金发放拖延 已经成了它的通病了 对 所以现在其实 许多的那个跑友 已经开始把这个智美 给拉黑了 就它出过特别奇葩的事情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什么事呢 说这个 2017年的东莞马拉松 就是这个智美 他来主办的 然后很多选手 跑到那个东莞马拉松 去报名 你知道怎么着 报名之后收到的 是沈阳马拉松的验证码 不是我在东莞报名 你给我沈阳的验证码 这几个意思呢 以至于后来东莞方面 是吧 东莞国际马拉松组委会 都专门出来啊 那表示歉意 道歉 就这事呢 有点弄砸了 但人家主办方呢 也很恼火 所以就直接 就告诉大家 说这事其实不怪我们 这就是这制媒体育 干的好事 那就当时发布的公开信 给跑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跑友 以及所有的朋友们 故障等等 对 他这边专门提到 由于智美体育集团委托的第三方 出现技术故障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 你看 像这样的错误 在一个什么国际马拉松赛 是不应该出现 这是个第一句错误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他这个 智美搞的这系列吧 他出的那个 幺蛾子吧 都是神了 对 我接下来讲一件 真正神奇的事情 是哪呢 2017 长春马拉松赛 也是他这奔跑中国的一战啊 也是这智美搞的 他这个 就搞出什么了 就有点竞死于笑话了 给大家看看啊 我亲眼看到 真是不能相信 大家看 哎 这个是长春马拉松的这个公告 那注意啊 那呃 时间呢 是2017年5月21日 周日上午8点 8点哟 对 这很正常啊 人们下面呢 是仪式的流程 对 这流程呢 挺长的 那大家注意这块 那 这什么 呃 8点01 到8点02 李仪登台 领导拿枪 哎 领导拿枪干嘛 要打人吗 其实是发令枪 然后02到03 主持人串场 等待现场导演信号 8点04 主持人 请领导举枪 领导 你崩了我吧 然后倒数 321 领导放枪 啪 然后就开跑 哎 注意啊 领导放枪时间 是8点04分 对吧 可是 你看上面的通知 发布什么呢 8点开跑 所以最后在现场实际上出了乱子了 出什么乱子 8点的时候 许多的这个 就是参赛者啊 直接开跑了 可是领导还没放枪呢 那这 这这这 这怎么办呢 现场就出现了混乱了 然后 他们搞的又非常 非常有意思 在马拉松史上都可以写上一笔的神奇的操作 怎么操作呢 领导放枪不能没人呢 对领导 男人冲着这些马拉松选手背影放枪吧 给我站住 啪啪啪 这不合适 所以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说停 哎 你们还没有跑的选手给我停住 然后有的才跑出不远的 回来 回来 把人这选手啊 声势给轰回去 回到那起点线 然后集体在那再等着领导再放回枪 啊 真的有这样操作吗 有图为证啊 没图没真相 大家看 那 这就是画圈地 就是把已经开跑选手给轰回去 说您再重新跑 可问题是 有的这选手跑的快 腿又长 这四分钟时间跑的已经没影啊 都跑出一公里了 知道吧 这那怎么办 那算了 你们跑的快 我们拦不住 你们跑吧 就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就造成 就造成这个长春马拉松赛那第一集团吧 领先后边的大部队 特别遥远的距离 我去 这真是我这从来没听说过前所未有的神奇的操作 骆先生9740 他说领导 对吧 在那哒哒哒的放那个冒篮火的加特林 那李小宇他觉得 这是某种特色的体育 就是一种繁琐的形式 小少爷果果 他说领导不要面子的吗 是啊 领导 领导不但要面子 人家还有李子 还要枪 那个小川007 这个领导叫啥名 不是 领导也是无辜的 领导是被叫来说 您8点04分要放枪 对啊 但他不知道 就说 这个他们这个居然出现的疲漏 本来放完枪 跑就是了 这也很正常吧 那你不能让大家8点开跑 然后8点04 再放枪吗 是吧 所以反正就这个操作吧 实际上确实是引起很多人的诟病 然后还有呢 我还听说一事 也是他们干的好事 就是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猜怎么着 说是那个 就是深圳马拉松接力赛 对 2017年12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深马 然后深马上面吧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队伍 来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图 他们这个举这个旗子 就是这个主题 叫做奔跑中国 对 这个主题 我觉得没问题 很好 可问题是他们的操作 令人感到疑惑 感到不解 大家看 哎 这一共有16位运动员 都是好手啊 一块在拍照 奔跑中国 在深圳 他们为什么要一块拍照呢 据说是 他们是一块跑的马拉松 不对 不是一块他们是轮流跑的马拉松 嗯 什么叫做轮流跑呢 是这样的 他们是由16位中国专业运动员组成队伍 然后每个人跑2.5公里 哦 然后16个人最后是2小时06分49秒的成绩 顺利比完了 哎 然后这个主办方解释说 这样的这种接力马拉松吧 丰富了比赛的内容 而且反映了什么呢 深圳速度 是一个特别好的创意 对 然后 然后就有些网友对此不满嘛 他们就说 他说你莫名其妙 对吧 接力赛爱你什么事了 过着吗 可是问题是 我不算特别懂马拉松 可是我在这也有个疑问 我的疑问是 我们怎么听说 马拉松他就是一个人跑全城 或者你跑半城 那叫半马 对 那你叫16个人接力跑马拉松 这叫马拉松吗 这叫做16分之一马拉松 这可以这么说吗 对吧 接力怎么能叫马拉松呢 而且最要命的是 据我所知 这16位好手 每个人只跑2.5公里 跑下来马拉松 那最后 你还比不过 说人家日本一个选手 叫高刚瘦 一个人 对 人家就能跑出 两小时06分 对呀 然后还有位选手 吉普乔格 一个人就干掉这16个人 那你16个人接力 你还跑不过 你一个人跑全城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对 而且那次深马吧 就转播的镜头 就太多都是接力 接力 16个人接力 你想想 就导致国内冠军 和女子冠军冲线 居然都没给镜头 你根本就跑偏了 而且咱们说真的 说严重点 根本这种操作 就是违背马拉松精神 一个号牌 16人跑 你这不是等于是轮流替跑吗 对吧 说穿了 你把它叫做公然作弊 都不过分 如果别人提出来 你这次作弊 因为我们之前查马拉松作弊 就是有人跑一跑 然后换一个人 用他的号牌 那现在我们直接就组织 16个人 就是轮流 那你这个就是 就是有点开玩笑嘛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现在 就是这次这个马拉松赛意外出现 是吧 包括什么国旗掉落等等的事情 其实值得大家反思 也包括这个主办方 我听说主办方 现在这个收入在下降 因为很多朋友已经不买账了 现在时间是20点33分 现在在线的网友15000多人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白合作日记 那个我们的节目呢 以前都是每周二三四晚上播出 然后从这周开始 昨天晚上周一也尝试播出了 然后效果还意外的好 有人说今天是两个女主播哟 搞清楚今天是一个男主播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后边是动态视频背景 其实是俩空姐儿 OK好吧 然后有人讲了 怎么干脆不找 多找点人 每人冲刺一二百米 对啊 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冲刺一百米 然后咱那个马拉松 那站的那简直就跟那炸蓝似的 人那么多 然后每隔50米 再站一志愿者 干嘛呢 给旗子 对啊 这50米冲刺 哪一国旗 啊 这个样子 这样好不好 嗯 万年不变 CC 他说那个帝国旗的志愿者 其实也挡着那位外国选手道 对 其实也挡着那位黑人选手 这实话实说 南水友穿的有点厚 哎 我那个今天感冒了 对 哎 你戴着帽子算我不错 你去 怎么会呢 你头那么小 对 一压就行 OK OK 很不错 我们家今天晚上呢 就是学雷锋专场 好吧 就这个戴上雷锋帽 然后呢 正好可以质感冒 挺好 这位水友的帽子很歌星哟 哈哈 这可是我正经买的 那个正品啊 前苏联军队的东帽 然后前苏联解体了 他们也不需要了 嗯 嗯 嗯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顶这样的帽子吗 我们家帽子多 那个 哎 空姐帮够一下那顶帽子 给他们让他们见识一下 按你来就行 我头大 不是 OK 好吧 好吧 我们家这个 个个都谦虚 嗯 头大 爱戴雷锋帽 啊 洛 洛先生 9740 他说今天的男嘉宾很不错 男嘉宾 男 男嘉宾 男 男主播吧 你是在说我吗 原池密地 这么说 不如上万人排到终点算了 你知道 那个马拉松40多公里 这要说一万个人吧 朋友 还真不容易 但是确实大家可以试试 手拉手组成人链 对 我们来一个人链马拉松 你知道人链马拉松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就到最后人离那个终点线就一步 然后所有人只跨一步 哇 马拉松完成了 人链马拉松 对啊 可不可以搞这个呢 这里有人说 我就问一下 有没有绿帽子 我们家没有 您家有是吧 对 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的水 我去找点水 你还需要水吗 不是 哇 好的 继续我们的话题 还有人建议可以搞一个爆树马拉松 你们都好聪明 好了各位 其实今天呢 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让人有点没有想到的话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他叫做蒋敬夫 哎 话说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位 不不不不 我我我我对他没有任何的那个不知道不代表我我弹幕 我这个对他不尊重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是啊 哎 请问你们知道 刚刚我们呢 知道啊 我们俩刚刚还聊这事儿呢 蒋敬夫 你们知道是吧 他还做过飞机呢 啊 还做过您搬机呢 对 是他一定 沿路杭州回北京 他一定是做头等舱吧 是 头等舱 最后一次 带了一个小妞 啊 等等等等 这个这个重要 带一个小妞 哎 那个小妞 会不会是说日语的 啊 好久了 肯定不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可能是前前女人 现在那个不也分手了吗 不是家暴啊 对对对 我正好说到这件事 不不不不要激透啊 哎 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问一下 当初蒋敬夫带一个小妞 做你们的头等舱 最后一拍手 你们有没有注意 那个小妞脸上 有什么淤青啊 什么之类的 戴口罩了 估计有 哦 戴口罩 哎 你不说不知道 你说吓一跳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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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哎呀 你这个厉害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件事 因为蒋敬夫啊 现在据说是 家暴自己的女朋友啊 天哪 简直是害人听闻哪 哎呀 他九一年处女座 最近火气有点棒 哎 不是 你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不是 他坐个飞机 你们还了解他心度啊 不是不是 今天因为这个新闻 我就研究了一下他 啊 然后我有一个好好好朋友 就是玩一惊的 然后就聊了这个事情 啊 他九一的处女座 对 然后最近火气很棒 等一下 一惊现在也也讲究处女座 这种事情 都讲呀 都会讲的 哎 我怎么觉得 我觉得农历没有处女座 什么天蝎座 就是那个那个时段嘛 他好像是农历七月份的嘛 放在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 就是处女座嘛 哦 他最近那个时段生的人 就是火气比较重 对对对对对 我们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了 好 那个今儿我们就正经 有人说到啊 说好像是要说八卦 哎 我们讲义精啊 那其实就是要讲到八卦了 这个话题呢 的确是一个与义精有关的 一个八卦的话题 就这个蒋信夫啊 虽然我不知道他 但事实上他很有名 对的 哎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 他是哪个 哪个节目说的来的 超 快乐男生 不是人家是学高演的吗 演戏的吗 我我隐约 我以为他这个打篮球的 他不是男篮 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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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演员真是不好意思啊 实际上他是一个演员 OK 就是呢蒋敬夫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虽然我没有听说过对但是有很多人听说过他然后呢蒋敬夫还做过我们家我们就这两位空姐他们的那个航班 有人说空姐听口音是四川的 是真的吗 我不是 反正我不是四川的 你们听错了 这是这是自作聪明 怎么就四川的呢 我不是四川的 明明是重庆的嘛 对吧 你看 这个呃蒋敬夫是打篮球是打篮球的吧哎我真的记得是打篮球的这叫打篮球蒋敬夫吗对吧 好吧好吧然后也也演演戏 OK我们来说一下啊就说这个蒋敬夫啊哇这回厉害了你能想象吗就是他呢有一个女朋友叫做中普幽花喂中普一听就日本名字幽花耶应该是幽花啊但是呢我们带点亲切就叫他幽花本来两个人感情 很好的而且经常发点照片秀秀恩爱呀等等的快给大家上一下这个他们秀恩爱的照片哎哪去了哦在这呢那这就是静夫哎和幽花两个人在一起看多么的和谐快乐哎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然后你看幽花像的像那朵花似的嗯而且他应该穿的就是日式的这个服装对啊两个人蛮好蛮好的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对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就出来非常不妙的负面的报道有人说腰花不是腰花是幽花好吧我发音没有那么糟糕吧嗯说这个蒋敬夫啊对这个中普幽花家暴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是谁把这样的事情披露出来是哪个八卦的这个记者不是 是这个幽花本人对啊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就给抛出来了晒了很多张他遭受家暴之后的那个图片哇看上去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啊哎呀我都我都不忍心放给大家了就这些图真的看上他的身体的不同部位成那个淤青的样子我是看不下去我相信呢你们也看不下去 有人说爆炒腰花哎人家都成那样了就不要了熊猫皇帝老公他说综艺节目曾经看过体能很强说的是蒋敬夫吧洛先生九七四零说这个这种打篮球打习惯了估计就顺手打了女朋友嗯哼 然后这位网友说呢说这位蒋敬夫他是打篮球里边演戏最好的演戏里边打篮球最好的哦所以会不会他是把自己的女朋友当做篮球样来打呢嗯哼我能看来别被封了周杰伦的迷弟弟哎我这怀着沉痛的心情给大家看一下蒋敬夫把他的女朋友给打成什么样子了哎虽然不是我的女朋友可是我也看不下去啊大家看叮 啊啊就是中普幽花小姐啊他他他这个哈如看那看如你看看就脸上真的被打清了而且他这个脸上吧我觉得特别可怕你们仔细看他这个右脸上面这个痕迹啊仔细分析一下我觉得有问题他有没有看到比如说这个最最靠左上这块这像个脚趾的样子就整个他脸上像是一个脚就很像是 一脚闷上去然后就留下这样的印记是吧对这就是根本就是一个脚嘛这还不是手巴掌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脚而且脚非常完整的踹上去 那脚我们看见好像这三个是吗呃大概三指用力嗯然后呢我们也感到惊奇的是按说蒋敬夫经常打篮球这脚应该不小啊然后幽花小姐这脚印全硬上去 可见幽花小姐这脸也不小啊一张大脸然后呢就清晰的印下了罪证遭受遭受这个蒋敬夫家暴的罪证啊就是一个大脚印啊 我天哎这简直了啊哎这M神说瞎说明明是被蒋敬夫刮杀了 刮杀了不是我就问一句啊什么样的刮杀能在脸上刮出脚的形状脚不丫子明显一大脚印 是不是对啊你你怎么刮杀能你用脚刮杀呀我就不信了对而且啊遭受家暴图片还不止这一张呢那个我我我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家伙 这个您看看人家这么拍了一张呵这张哎呦这是仰着头让大家看着你看看 这这这俩塞棒子都被给打成乌打乌清乌清的了就基本上就把他女朋友给打的都改变肤色改变人种那种效果 基本上快打成一黑人了你说人家这这是不是二过分呢是吧不仅是脸上头上塞棒子脖子 而且包括其他部位也没放过来再看下部这张哎呀这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来瞧 对这个这这我都分辨不出什么部位就是反正但是你看打得跟龙虾似的是吧你说这 不是我这局奇了怪了就是是吧蒋进夫这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女友下这样的毒手呢 我觉得很过分这说恩恨0824他说我不同意我觉得明明是这位幽花小姐的脸打了蒋进夫的脚啊 还有这种操作呢这个这个我我看一下啊这个有我头一回听说有女孩子用脸打脚这种这种情况看一下 不过被你这么一说被你这么一说也不可能这不合理不合逻辑啊这怎么可能呢分明是蒋进夫对对这位日本女孩子对实施了家暴的行为而且还还非常的凶狠 而且我有证据就是蒋进夫本人现在已经承认了他招认了对呀那个看一下蒋进夫发了一个微博表示歉意那他说 这一个月一直在忏悔和悔恨中度过哎忏悔和悔恨不是一回事吗对不起幽花我冲动的行为伤害了你的脸啊不是你和你的家人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应该动手更不应该动脚啊不好意思这就我家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不做任何辩解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接受惩罚好了有蒋进夫这句话对吧幽花幽花小姐你照他脸踹就是了在这里诚恳的向大家道歉对不起爸妈对不起我的朋友对不起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人呢 让你们失望了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的希望大概就这样子我就觉得事实证明蒋进夫确实涉嫌家暴在今天啊就说家暴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恼火的话题男人嘛对吧怎么能够打女人呢这有网友在这说打小日本打不了打打日本娘们也行不不不不有种 就去打日本的爷们打日本的王八蛋兔崽子打日本女人不算本事就说我们不能最后落成就跟日本鬼子一个水平就只能对那个妇女孩子而老人下手这不可以明白吧就是我们不能最后把自己降格到鬼子的水平那不是中国人应该干的事嗯哼这位网友说的好怎么能亲自动手呢下回故人什么叫下回故人这这过分啊 李小雨说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是疯狂李扬疯狂英语的李扬把他的美国老婆打了哎呀我还是觉得大家有种吧就是打比如打美国男人打日本男人对打哪男人你去打人女人然后比如说他他嫁给你当你老婆你把他打一顿然后美国女人然后日本女人就打这真的不算本事这个这个这个太无聊太没有意义了嗯所以呢我们对此提出 不谴责然后话说我为什么并不认识蒋进夫却关注到这话题呢是因为啊就他这话题那个敏感度可高了嗯哼呃这里为YS Moore他说呃李扬还觉得自己没错对对对对对就当初那李扬觉得自己打的对打的好对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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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蒋进夫的这件事情上了热搜而且热搜的特别厉害你知道我我们听说过许多艺人呢或者他经纪人会会为自己买热搜我就在想这个应该不是买的吧他总不至于花钱告诉天下人我打我打女朋友我家暴哎我厉害应该不至于吧是吧对那所以嗯大家看这个是这个热搜榜上好家伙他宜人蒋进夫女友受伤 蒋进夫承认家暴蒋进夫一辈女友点点点对啊他一个人啊热搜占了三条这够厉害的前前五条里边他占三条算算算很劲爆这不就让我想起克里斯吴吴亦凡先生加拿大有人吴亦凡前段时间对吧也跑掉人家美国去刷榜结果一个人前十个里边占占占八个恨不得这样那那那那那那现在网友对待蒋进夫家暴这事是个什么态度呢 哦我开了眼了嗯我先提个问题嗯请问两位空姐你们能接受就是家暴的男人吗被我家暴还行就是如果你家暴他你接受但家暴你打不动呢我手上好吧就是就是我认为没有女生能够接受家暴 可是让我觉得不能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在网上有许多女孩子女网友他们的架势是没所谓啊依然是我爱的敬夫啊甚至有人因此还被蒋进夫给圈粉了天呐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我我不是在夸大其次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哼这个是什么呢走着嗯蒋进夫我去瞧这条留言 这说什么哎是说第一个在微博上承认自己家暴的男明星吧哎这位网友叫蓝气球甜品咖啡馆等一下就说他是第一个在微博上承认自己家暴的男明星因此就是特别光荣吗不是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逻辑啊因为你看他这个语气明显并不是特别的愤怒声讨是吧对啊 然后我就看到更多有意思东西真是让人脑洞大开来瞧这个哎这是什么啊这是一微博号称芒果捞大表哥注意这个表是吧是这个表里表气的表那事实证明还真的是他写什么呢蒋进夫承认家暴并发文道歉感觉瞬间被他圈粉了 虽然下手有点狠为你的勇气和担当点赞我去不是这是这是什么节奏啊就是说虽然下手有点狠但是呢却却被你的勇气啊还有担当给征服了对甚至被你圈粉了所以事实上蒋进夫家暴家暴的好啊家暴有理啊对能把人打青打乌脸上踹锥大脚印真棒啊对啊只是这个意思吗 就我就觉得啊芒果捞大表哥您这这真真不会是大表哥您这是什么逻辑然后还不止这一家呢来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位这这是怎么办呢瞧着啊走你嘿啊这个呢叫做热搜娱乐嗯哼说的是你蒋进夫你应该是娱乐圈最慢的爱豆了吧 第一个承认家暴的男人感觉好圈粉不是你们他妈的脑残吧就是这是什么奇葩的逻辑后来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吧不对按说不至于有人脑残成这得意对就是你说难听了这糙意这是这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啊所谓的水军 就是拼命的给人洗啊就是那样但是你就算洗地你也得稍微有点水准的洗你不能你不能用脑浆子去洗用脑花去洗这就简单太太low了对吧哎有没有网友留言敬夫最阳光括号此条1.2元 还有人说连图片都一样这根本就是营销号嘛对这个就是网络上所谓营销号其实就是水军就这样子小白被家暴会怎么样哼 我为什么会被家暴啊对啊那个我我为了避免这种家暴形式我就一人哎就一人带着挺好对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家有各位合租的室友虽然有些人比较厉害有些人比较严厉有些人对我大大不理但总来讲不会有人对我家暴嗯嗯嗯嘻哈嘻哈他说对女人家暴以前归复联馆对男人家暴大家说大家都会说这男人没用 哦好像还真是方飞我心他讲说女人对男人家暴怎么办 哎对啊又有人说说跪搓一板也算家暴怎么就没人报到呢哎对啊就是啊那个其实你会发现许多女生觉得对对男人家暴一下挺好 比如说刚才坐在我背后那空间他就觉得就是只接受我对别人家暴然后甚至还嫌家暴别人的时候 手会疼你只要指着哦天呐好吧嗯哎那个嗯关于蒋进夫是吧这个家暴而且之后呢水军带风向的事呢我在这里表示不迟小白你完了我怎么就完了跪搓一板是你自愿的吧老哥对啊就刚才有些人过去搓一板还有跪键盘的对吧还有人说今天晚上就会有家暴 好吧哎哎来看这位伤落千叶他说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打一顿然后过催过跪催又搓一板绝对不可能有鼓气有志气哦真的厉害嗯嗯 还有人说天天要下跪怎么办呢小白老师 你就对他说哎我可以跪哎但是呢我只接受在床上跪对吧然后但是呢你知道在床上跪首先床比较软不伤膝盖第二呢哎你跪床上不耽误你有别的操作哎那个什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这个嗯就是我注意到 刚才有网友讲到说说似乎这个蒋敬夫的呃女朋友好像对不起他等等我也注意到了有无数的蒋敬夫的粉丝在底下控诉控诉什么呢说说这个什么幽花小姐啊就那个日本女孩绝对是个也是个渣女说是跟踢腿啊这个那个蒋敬夫实在气得不得了了气得不得了了也不能这么做对你你这一天不呢老哥你这条弹幕是跪着搓一板发的哎真的我也觉得 刚才咱们有的人是不是就跪着搓一板哦在这发呀我向你们表示同情嗯嗯嗯谢了小白老师别客气开车了开车了这都在讲什么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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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嗯后边两位是不是在讨论怎么样正确的家暴呢哎你们会家暴自己的真的会家暴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婆吗会不会不会 那如果有那个劲儿那如果有那个劲儿呢我都把劲儿放客人放放旅客身上了啊都都都用来招待乘客太不容易了我们的空姐一心敬业为民然后呢他们都在每天的然后在服务乘客把劲儿都给消耗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居然还敢对不起空姐惹他们生气 对吧就就应该自己你就应该自己找一个奖金服来虐你就对了嗯小白哥周立波的话题你会说吗周立波什么话题啊周立波怎么了ok我不知道啊我是小学生他说要是女的男的出轨要是男的出轨女的打了男的社会绝对会骂男的哎现在社会就就这样对是啊那你男的出轨 你是得该挨骂呀不是怎么着社会应该怎么样社会还赞美你不对啊那你活该挨猜呀对吧嗯飞机上是否提供家暴服务你要有这要求啊以后上飞机的时候跟空姐说一声看看人空姐愿不愿哎可以这个这事呢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由空哨来辅思好吧关于蒋庆夫这事我就暂时说到这里我是被他后边那些营销号 给给雷到了这也太年了然后为什么我对于蒋庆夫这个这么不满我觉得不单是因为男人不应该打女人而且我觉得吧此风不可掌为什么呢你知道比如说刚才咱背后的空姐讲到是吧蒋庆夫有一回就坐他妈航班坐头等舱然后呢带一女孩当时那女孩就戴着口罩你看我们立刻会想到是不是当初他女朋友已经被他给家暴呢 但是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不是家暴是什么呢是这个是和蒋庆夫在一起的女孩其实很可能也是个小明星哎或者甚至个大明星但是不愿意让人知道明白吧所以比如说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关注一收到八卦都会很关注男明星关注其实大家更关注是女明星的话题对那什么人最有机会和女明星交往呢 就是这些男明星比如蒋庆夫对呀所以我说的是这次这位中普幽花小姐我们能发现她身体素质不错啃打对打轻了其实还显得挺结实挺精神的但是问题在于咱们的女明星啊女明星是不经打的对我必须得说到就是大家在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能对女人动手尤其包括不能对女艺人对女明星动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她们现在是不能被打的为什么呢因为蔡明嗯就是因为我想到了蔡明大姐就是此话怎讲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听到一种说法说那个蔡明小姐啊现在正在独霸娱乐圈所有的女明星包括一些年轻的年轻貌美女明星事实上都正在向这个蔡明大姐的方向来靠拢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说到说到啊这个这个事情其实还真有这种去向蔡明是吧人蔡明老当益壮哇现在是就是越来的越火爆那大家看哎糟说的是现在在演艺圈很多的年轻的女明星都越长越像蔡明哎好像他们是以蔡明为模板 在正在正在正在努力的向她来靠拢为什么呢难道说这些女明星都热爱春晚都一定就是说以蔡明为为榜样要成为她的那个样子吗其实是另有原因另有什么原因呢哎其实这个说出来也很简单这在今天也是一样很正常的事情一点都不丢人所以我在这来分享这话题啊来看呢有一种说法说的是嗯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明星 你拥有饮有饱满中畜肾暗你拥有饱满肿胀的苹果�ig对你是个小微 striking你是微笑唇你是高铁的鼻梁你是宽阔的欧式大双OK那你十有八九就会变成蔡明原因是你念什么你整容了哈哈明白这意思吗就说所有整容的女明星 实际上逐渐的脸都会朝一个方向变化 而变化的终点 谁在等着你们 就是蔡明大姐 我这也不是开玩笑 这真是这么回事 就是许多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女明星 其实她们都前赴后继的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比如说 有一位叫什么呢 叫舒畅 这是一个内地的女明星 好像还挺有名的 舒畅 现在就开始去说有点 你看这张像不像 是吧 有点奔着菜面去了吧 对对对对 然后不仅有舒畅 还有谁呢 我再给大家找一个 我想起来了 下面这位 其实也是国内挺有名的一位 她的名字叫做胡静 对胡静 大家看 胡静姐姐的脸 其实也在奔着蔡明的方向 还有谁呢 有 这个名单可是够长的 我再给大家找一个 下面这位 孙飞飞 孙飞飞 对也是个著名女 你看 对和蔡明姐 真的越长越像 简直逐渐长得就像姐妹俩 对了 就是你的脸如果动的太多 整的太多 如果你注射的太多 如果你尤其鼻子 鼻子大概动三回 就一定变成这样 变成什么朝天鼻 对啊 然后等等 然后脸会发僵 这个名单其实还挺强 挺长的 不单是内地的女明星 包括这个 什么港台的女明星 一样 一样是崇拜咱们的蔡明姐姐 比如说 这是谁 萧亚轩 哎 瞧 萧亚轩 你看 是不是正在奔着蔡明去 对吧 他将来可以叫做蔡亚轩 或者叫萧明 还有呢 比如说 这又是谁啊 这是这个著名的 台湾美女 萧强 哎 萧强 将来可以叫萧蔡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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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吗 像不像 像不像 厉害吧 OK 就是这样子 怎么说呢 让我也觉得 其实 有些痛心 就大家都奔着蔡明一张脸 来一张 蔡明大姐 你厉害了 是吧 最后的赢家 我们宣布 是蔡明 然后 我为什么讲到这个话题呢 就说 你知道这样的脸 这样的一张张的脸 是绝对不经揍的 就不经打 对 甚至说 就不经碰 你就不能碰他们 真的一碰就有问题 有大问题 所以以前如果说 有的时候 对一个女人坚强一些 还可以忍受一下 现在不行了 你那一拳下 一巴掌下去 或者一脚丫下去 那真的只有 人家幽花小姐 受得了 咱们这些女明星 完了 就甚至都成不了蔡明啊 这里有人说 蔡明要是晚生二十年 碾压所有的小鲜花 真是啊 真是啊 这个蔡明姐姐真厉害 提前长成这样 在这终点等着所有人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唱首歌 长大后就成了你 好了 这里有人提 说那么问题来了 蔡明整了吗 括号看了这么多年春晚 蔡明应该没整吧 我看这是谁提的问题啊 这是CYKing昆 阿昆啊 我不得不说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你是一个多么天真 naive的 就说 所以因为你每年都在看春晚 所以你就认定蔡明 应该是没有整的是吧 然后你也一定相信 刘小庆阿姨 对他其实也是从来没有整过的 对吧 就是他们都是 有一个本事 就是永保艺术青春 对 就是那个长青树 不需要整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行 那什么明年春晚 你再仔细看一下 就仔细盯着蔡明阿姨 姐姐 蔡姐 她的这个嘴角啊 眼角啊 塞帮子呀 然后那个从侧面呢 观察她的下巴呀 你知道那个就是肖骨的人吧 其实她有个问题 就是下巴挂不住 所以一定会形成双下巴 就是就是这儿一个下巴 然后咦这儿再鼓一下 不仅蔡明姐是这样 什么啊 有个叫什么羊什么的呀 还有什么这 对我的具体就不说了 好吧 其实其实都是这样的了 OK 有人说后面的小姐姐 没整过 我们家的小姐姐都没整过 对 然后这这刚回来这小姐姐 整容多贵呀 没那些 哦 何着嫌贵呀 那就 那要不贵的话 不贵我也不需要 对 妈妈整过来 对 就是就是像这种嘛 都是不需要 哈哈 不需要 厉害吧 OK 然后咱们 你觉得蔡明儿以前 那个机器人的时候 最少那样的 特别有个小姐姐 对对对对 对 跟那个谁 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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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很震惊啊 那好像是很多年前节目 你们小时候看的时候 这还记得 打电台就在看 好的 哎 我认为呢 蔡明儿姐姐的特点是 她天生饱满 因为我查过她的笔记 她在上个世纪 大概70年代 就已经演这个了 对 然后演什么小海霞 就里边就特别饱满 那种镜头 所以她撑的时间 确实比别人长 这是她的本事 对 但第二 你要说蔡姐姐到现在 就完全不长 那也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现实 就是微调什么 打点什么肉毒感军 肉毒感军是什么东西 不是都打玻尿酸吗 肉毒感军去皱了 我也不懂 就听说 这样子 哎呀 有意思 有意思 好吧 OK 黑玫瑰Blake 蔡明儿那时候演的 机器人 有人说 永远的战斗圣佛 余敏红出事吗 我们待会 待会 那个 讲余敏红 霸剑 小白后面 坐着山口百慧 和中岛梅雪 这个厉害了 山口百慧 和中岛梅雪 谁是山口 谁是中岛 对呀 谁是山口 谁是中岛 反正只要幽花 不在这就好 OK 女主播受不了男嘉宾了 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 哦 好了 哎 那个 那什么 现在时间呢 是21点08分 我们此刻 在线网友呢 人数高达 18960人 然后呢 大家正在收看的一件事 小白合租日记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呢 叫做 蒋经夫家暴 与余敏红盗窃 所以马上呢 会说到余敏红 老余 其实说起来 他以前还是我的老师呢 是我们刚刚我们俩 都传过这两个话题 是吧 对 我们俩刚刚都说了这个话题 说到底 毕竟大家是一家人 开进家门 对 然后自然而然想的话题 也是一样的了 多交流 然后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刚才说了半天 长得像蔡明的女明星 我还拉了一个人 谁呢 这个人不能不提 她是这个 现如今在湖南卫视 有人叫做芒果台 还有人叫马桶台 一个当红的 当家的小花蛋 对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 沈梦 陈 我们绝对不能够拉掉她 走你 哎 大家请看 沈梦陈 沈梦陈是不是也在 向着蔡姐姐方向 在奋勇前进呢 显然 我觉得是的 那么说到沈梦陈 这倒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是与她有关的 什么事呢 沈梦陈被骗了 对 是真事 就在 昨天晚上 沈梦陈呢 通过社交媒体 发文 说自己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被骗了 啊 不是 被骗您什么了 还好 主要就是骗钱 说是他想要出售一件衣服 但是对方呢 以无法付款为由 催促沈梦陈 开通什么二手交易 结果他来不及思考 清楚情况下呢 作为卖家的沈梦陈 给对方付了定金 反正最后 反正就骗了大概 不到一万块钱吧 哎 哎 这个事 反正听上去挺让人 惊奇的 因为你不顺一顺 这逻辑就完全不通 沈小姐究竟是 什么样的神操作 居然会被骗到呢 哎 沈梦陈 大家知道吧 哎 沈梦陈有坐过你们飞机吗 没坐过你的 嗯 好吧 那 范冰冰坐过 范冰冰坐过 是吧 他当时和你 陈冰在坐的吗 是 那他和谁啊 他那个 金银 OK 好好好 范冰冰话题 我们在这放一放 这个呢 就是沈梦陈小姐 对 然后沈梦陈 这回是怎么样的 那个上当受骗呢 他自己 对 兴冲冲的 发了一个文章 这还真不是我们打听来的 是他 是他 是他自己 自己招任的 来 来看 他是这么讲的 叮 我们把这个拉大一下啊 嘿 还有好多截图呢 过去 他大概这么说了 他说 闲鱼 这二手平台叫闲鱼 这么不安全吗 就是不法分子 在上骗钱 买家想买我一件衣服 付款的时候 他说付不过去 原因是我没有开通 二手交易 然后我卖了好久衣服 都没出现这问题 可是他一直催我 来不及思考 一心想着 赶紧解决 对 然后我就照他做 然后扫了二维码 然后呢 就等等等等 然后让我先交 三千块 三千块钱定金 然后开通之后 就把钱还给我 等一下 您是卖家 对 什么样的交易 会让卖家付定金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沈小姐 啊天哪 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 我说什么呢 就是一定啊 大家要注意件事 现如今的女明星啊 打不得 对 第一他们的脸 是非常容易变形的 第二 在他们这种智商的情况下 如果你在打击的头部 你觉得他还能剩下智商吗 对吧 就这个这个 这事我觉得不可不查 然后沈小姐居然就 就这样的 他真的遭到了 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骗术吗 就是哪有说让卖家 在那那个付定金的 可是我们单纯天真 是吧 呃 智商感人的沈小姐 他真的就中计中招了 对 然后 嗯 关键问题在于 我觉得这事吧 要哭的话 可能不止他一个人 可能还有别的人 谁呢 他的同事 呃 这我就要说到了 就是之前吧 曾经他的一位同事呢 给他 有过这样的留言 看了之后呢 也是非常感动 就是为他们同事间的情谊啊 深深的感动 这什么呢 这是沈梦辰啊 在网上卖一包包 呐 梦辰 二二 对 说这个呃 梅红色 黄色变化包 挂出来 对啊 然后 这个那个 有点小小的磨损 大配大衣 很漂亮 绝对正品哦 不是正品 可以退货哟 这是他的小包包 在网上卖 他真的是经常买东西 就这么个小粉包 然后底下 有一个人留言 你看一下 这个留言叫 我就是杜鹃花 他说 这是不是我送你的 这我就是杜鹃花 是谁呢 是湖南卫视 一位姓杜的 这个男主持人 大家能想到是谁吗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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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开始觉得很有趣 对 后来觉得很搞笑 后来我觉得 不由的为他感到 伤心和难过 就是 人家杜海涛容易吗 是吧 人家给你送个包包 你说你直接拿到那个平台上 就给卖了 对 闹不好 没卖好 还被别人给骗个几千块钱 你说这事闹的就有点 所以说到这里的 我再次由衷的重申一下 各位网友 要出一件事情 我们反对家暴 对 尤其呢 绝对不允许对女明星家暴 女明星家暴 不仅会使得他们的脸 没法要 没法看 更会使得 他们所剩不多的这个智商 是吧 你这个 当然了 呃 这一段呢 可以说 我发现激起了咱们网友 深深的对杜海涛的同情 嗯 你看 水之刃 他说 海涛 哟 说不下去了 你们这群 他叫心疼杜海涛 等等等等 小少爷 果果 我送你包包 你居然 对吧 做起生意来了 是啊 真是 真是塑料情意啊 简直 没法说了 OK 好吧 呃 沈蒙晨的这个事呢 就说到这里 你知道 刚刚说到 就是有些女明星的智商 我其实说的都有点 提心吊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年头 就是现 现如今啊 你要是不小心批评女性 你会得罪人 冒犯人呢 哎呦 特别严重 会会产生不可预料的 连锁性的后果 我这说的是 于敏洪 于老师 对 那个 大家可能听说这事了 最新的消息 于敏洪 老于 他专门到全国妇联机关 向广大女同胞 道歉 表示深感不安和自责 我先念一下 于老师这个道歉信啊 各位朋友好 哎 老于是怎么说 各位朋友好 这两天 我看到 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 深感不安和自责 特别是在全国妇联 有关负责同志的 批评教组帮助下 我深刻认识到 前几天在某个论坛上 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 是极其错误的 反映了我性别观念上的问题 对女性不够尊重 没有认识到男女两性 哎 我这么说不合适 我应该给老于配张图 于老师 哎 学生呢 给您配张这个配图 好吧 走着 哎 于敏洪 于老师 新东方的领袖 其实也是许多年轻人 心中的偶像啊 中国留学的教父 这次惹了麻烦 就因为呢 他这个批评了一些 那个女性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他说的是 他说 他说其实呢 事实上 绝大多数女性 都在勤勤恳恳 精进业的努力和奋斗 为加特的幸福 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呢 向广大女同胞 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一定汲取教训 加强对两性 平等思想的学习 在新东方内部 积极营造男女平等的企业文化 等等等等 那然后就是对 就是其实他这个道歉 也蛮真诚的 那那这个事呢 我们现在要回溯一下 就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闹得这么翻天覆地呢 嗯 是这个样子的 他去参加一个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开讲座 对 一个 一个什么 大概是论坛性质的 然后呢 呃 他就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在这个视频里边说啊 就关于如何改变教育方向啊 他就说啊 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 找男人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必须 得会背这个唐诗诵词 哎哎 这听上去不错啊 那你猜怎么样 纳末 全中国所有男人 都会把唐诗诵词背的滚瓜烂熟 那如果所有的女生 都说中国男人 就是要他赚钱 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 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 都会变成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就这样 那正是现在中国女生 挑选男人的标准 所以 所以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在说 说在女性 就这个原因 那现在中国 就是因为女性的堕落 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你们听说过这事吗 你说他 哎你们怎么 你们觉得 余老师说这段话 怎么看呢 两位空间 两位空间 看不了 不怕我弄 不怕我家暴他 就是你们忍不住 想家暴余老师 是吧 就看 女同胞的反应就很直接 就是他们对这个事 不认同 根本就不以为然的 所以我现在呢 要试着把这段视频 找出来 哪里面去哪 先周 就是现在啊 各方对余敏洪的声讨 那简直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就觉得余敏洪 这是歧视中国妇女 对暴露着这个人 本质上 小农思想 没水平 然后又有人说 他一下子回到了清朝 他简直说着辫子 更有人说 新东方多年的声誉 就被他这一番言论 给毁掉了 等等等等 难道一番话 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我们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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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就是 其实我也挺震撼的 这是在11月18号 其实就是前天了 就是2018所谓 学习力大会 不知道是个什么会 余老师干嘛 要去参加这样的会呢 惹了一身的麻烦 来看一下现场的情景 走着 好吧 这个要把声音放出来 OK 走 成量的评价的方向 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而不是说 写了一本书 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 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女生 如果中国所有女生 找男人的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 必须会被唐氏送辞 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 都会把唐氏送辞 背的滚瓜来送 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 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 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 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 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的 挑选男人的标准 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说 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 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好吧 就是这句话 现在中国的 就是由于女性的堕落 导致整个国家堕落 这句话 热了麻烦 通了麻风波了 激起轩人打波 大家气坏了 各种人轮番上阵 而狂批于敏红 就觉得特别的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看了之后 也挺震撼的 没想到老鱼 能够在当众的这个演说的时候 说出这么一段来 这个挺让人惊奇的 对啊 然后呢 这个事实上 我查了一下 他在说这段话之前 其实还有一段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更狠 因为里边直接就爆出口了 就是对于某些女性的评论 他这个说的是蛮狠蛮狠的 所以呢 我们干脆一块 我现在 大前天 等一下 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性格 哎 这个确实还是挺震撼的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走这 天天 把一群中年妇女放进去 哇操像饿卧狼似的 抢着各种各样的免费的东西 吃 完了 看着到他妈的恶心 完了 用手抓起东西来 大把往嘴巴里塞 哇操 完了 手里的编织袋 他妈把装上的东西 老外就在对面看着 哇操 完了 拼命往自己编织袋里装 完了 互相 他们为了抢东西 还揪头发 哇操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中国的女人 把中国彻底搞坏了 他娘的 嗯 老渔说的是 中国的女人 彻底把中国搞坏了 他娘的 就是这段更劲爆 我倒是奇怪的是 怎么现在热传的 就并不是这一段 对 其实刚才那段相比之下 还文雅了很多 对啊 他他这里边 你能看出来 余美红老师 实际上是真的气坏了 就被这帮中国女人 气 就是 就建了东西又抢 然后往边界那边 哇哇 弄那弄 他说 这是实在忍不了了 对啊 所以呢 现在各方都在纷纷的声讨 余美红 觉得他这不对啊 那不对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当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然后非说 哎呀 余美红说的 其实有道理 我没有傻到这个程度 那我也注意到 就是说呢 其实就不止一位 就包括许多人都在转 比如说著名的一位女明星 张雨琪小姐 其实呢 就专门的发微博 来那个声讨 声讨余美红老师 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一位留学教父 有一天会和这个女明星 这是发生了交叉 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境之下 来看一下张雨琪 她是怎么说的呢 找一下啊 在在在在在这 张雨琪 走着 这条微博是这样的 他说 我只能说 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 都没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 没让你理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 甚至没帮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然后弄了一个大拇指朝下 冲于面红 然后无数的转 无数的赞 然后就觉得 哎呦张雨琪说的太好了 在这里 我是要觉得张雨琪说的事出有因 对 虽然张雨琪前不久好像是家暴 好像把一把刀插到了 他的这个老公的背上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之前 张雨琪和王全安 你不能说是张雨琪素质太差 结果王全安就去 对吧 找找小姐了 这这事曾经有过吧 是吧 那难道这事怪张雨琪吗 所以张雨琪非常的悲愤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问你 就说张雨琪还能怎么做 还能做怎么做 还能做什么 那个王全安才不去找赵小姐 是吧 那你就 这个咱们还是要 要讲点公道吗 这一位最爱千寻 他说 张雨琪真是会落井下石 这怎么能叫落井下石呢 我去 好了 那然后呢 其实我注意到还有 比如说著名作家六六 对 也在这里 反正就是女性 现在火力全开 集中声讨 对 愤怒声讨 余敏洪来瞧 走这 这 嘿 他说 我本来很尊重余敏洪 但他这句话 立刻让我鄙视 对任您多少群骨子里 摆脱不到中国传统文化里 糟粕和天然的小农意识 你们奋斗 这不是 这不是 根本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 你们一旦被捉了 就是红颜祸水 灭国是红颜一笑 衰落是女性诱惑 对对对 然后我倒认为 什么时候中国男人能够 认为自己取得成就 是妻子无怨无悔的付出 不是在有钱有权之后 第一件事就换老婆 中国才算是从富翔走向闻名了 哎 六六这是不是在暗访 老鱼对吧 发财之后 发达之后就换老婆呢 但是据我所知 老鱼现在他还是 他的结发妻子呀 是吧 所以我在这儿呢 我当然是 就是老鱼都道歉了 我们当然 绝对是男女平等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疑问 我的疑问是 举例来讲 你比如说在重庆 发生的那个 就是抢方向盘 然后一车人冲到江里去 这样的事 大家见过吧 然后在很多地方 我们会见到一些大妈 对呀 要么就是广场舞扰民 要么都是大妈不讲理 碰瓷 包括这个 这些我们都见过 我真的真心说句话 就说 我有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不是说男人就都很好 我觉得男人有很多问题 但是也不是所有男人 都是坏男人吧 然后大家本来的希望寄托于 就是说对于女性的这种美好啊 对于他们的这种美德的这种温柔啊 什么贤惠的这种向往 但是现在你会越来越觉得许多女性 她既不温柔 也不贤惠 而且不善良 而且还败惊 而且还很凶狠 这也是事实 对呀 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对老于的这个声讨吧 就变成了 有点太过 那个 因为你得联系她的那个 比如发言的前言后语 算了我别说了 不然的话他们倒是把我一通拍 那个我实话招人 就于秉宏洪以前是我的老师 对我 我觉得我还是了解她的 我不认为她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男人 我觉得她不是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分寸的 这么一个男性 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 你知道 哎呀我不说了 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别怕继续说 哎呀 我 我还是有点渗的 你知道现在连她都跑到复联去道歉了 对呀 像我这种小虾米万一说错了 她不定被人给说说什么呢 就是 但我我其实在我的广播节目里边说到一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在这个时代 对 很多的男性有很大问题 出轨 是吧 花天酒地 是吧 那个就是这很过分 但是我要说一句 有些女性在这个时代 也是也露出让我们感到震撼的一面 是什么呢 贪婪 虚荣加贪婪 也有啊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是很大面积的 是有这种情况 这又怎么说的 就是 呃 我们反对那种什么歧视女性啊 然后男女不平等 这是一回事 但你要说 就完全不许给这个性别提问题 一提问题就是炸 这也就 我看到反驳于远洪文章 就是有人列举说你男性啊 出轨多少啊 什么的 这个家暴什么 这些问题是都存在的 但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女性就完全无故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觉得就 就就有待商榷了 所以我其实今天提到这个话题吧 多少有一点 对这个 魏老鱼 名不平 我觉得大家现在 哎 屁了啪啦的 就是都在那 那个 就是 就是爆锤拍他 小白上过新东方 我不仅是上过新东方 我其实以前曾经给老鱼短暂的当过助手 所以我真的还蛮了解他 我认为这人挺好的 真的 就是人品 包括底下的私德都不错 然后你们把这么一个人逮出来 说他不尊重妇女 他其实妇女 我觉得 简直是荒唐 真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OK OK 有人讲到说 对事不对人 老鱼说的只是社会弊病 其实并不是针对妇女 我就觉得吧 就现在 我也反对其实妇女 对 我甚至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斗争 可是 你就是说 最后变成 你就不许提意见 就是那什么 一说就急 一说就炸 这就这个 这个不是特别好 刘苏 四四八八 小姐姐在热身了 小姐姐热什么身啊 小姐姐 小姐姐有大人 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 没事 OK 嗯 嗯 嗯 这么说 小姐姐眼神不对了 老鱼被老婆家暴了 老鱼不会被老婆家暴 那个 他也不会家暴老婆 OK 说实话实说 老鱼最后一句话 确实有点放飞自我 他那个意思表达 的确有问题 我觉得表述方式有问题的 而且特别容易落下画饼 但是我认为他内心真正的 想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许多人都读过红楼梦 在红楼梦里边 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他认为 男儿全都是泥做的骨肉 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他认为世间的男人都是污浊的 都是肮脏的 但是他认为所有的女孩 都是清洁的 纯洁的 美丽的 这事实上是许多男性心中真实的想法 至少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说句老实话 就现在有许多女性的这个状态吧 我这么说吧 女性得到解放之后的状态 其实令人有些失望 OK 坏了 不能再说了 这个再说下去 又看得到对人 又闹不好 被人家上纲上线 再到时候在女权 那个主义者冲过来 还不砸死 我这个同情女权主义 但是我更加支持的是 女性主义 就说 不是说我们一招翻身 就到过来 要骑到男人的脖子上 这个也不可取 OK 这种人说 老白感觉说真话好难 感觉你憋着一肚子话 说不出来 你要是想听到我说出来 我给你提个建议 那就是我在中国交通广播 每周六凌晨 零点到两点 对 主持的夜空守望者 每次到后半夜 一点半之后 我就各种 因为那时候该睡的都睡了 监听员也睡了 老同志全睡了 然后许多人叫劲 也睡着了 没几个人听了 然后我就各种真话 喷波而出 那叫一个爽 不过一般你 可能坚持不到一点半 对 没事 大家上青天FM 搜夜空守望者全集 就可以收听到 往期节目 骆先生9740 他说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这句话绝对扭曲三观 这个 我来问一下 那什么两位空姐 有句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听过 对 叫做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你们是否赞同 这种说法 不赞同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负责貌美如花 然后我空姐 负责赚钱养家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行行行 我已经了解他们的态度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 真的不能够再继续了 现在时间是21点32分 各位正在收看 依然是小白老师 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 现在是一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 是通俗而不低俗 风流而不下流 我应该说的是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呢 不好意思控制点 帮我递家 我的激光剑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呢 是理性与幽默并重 正义与调侃共存 来耍两条剑 这是咱们节目的一大特点 激光剑不错吧 有人说明天又看不到小白了 为什么看不到 还有人说空姐说话声音 真好听啊 好继续继续 我们换一个话题啊 就说那个我来说一下 真正的不尊重女性 是什么样子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18号报道 印度就是有一个什么 哈里亚纳帮的首席部长 哈塔尔 他日前啊 抛出一个奇怪的理论 与女性有关 说这哈塔尔就在前两天 17号出现场集会的时候呢 就表示因为他们那个帮 近年来强奸案不断增加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哎呀 强奸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有 现在也有啊 然后他话锋一转 说这些案件暴露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说有些女性啊 会自称被认识的男性强奸 目的是报复 啊 他认为有大概80%到90%的强奸 和性骚扰 发生在熟人之间 本来就混在一起嘛 哪天吵架了 那女方就会告男方强奸 我这个去 我这个大去啊 这个就是相当于 他们那个邦的什么首部长 相当于我们的省长之类的 就发表这样的言论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真正的歧视女性 明白吧 比如在我们的邻国印度 现在女性的地位 依然非常之低 而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之一 有一位女子 今年43 然后她结婚了14年 27岁结婚 结婚了14年 但是这婚姻很痛苦 但最后呢 她决定离婚了 而且她离婚的方式 非常的特别 她选择是 就是 她选择非常的奇特 我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稍等 从这个神奇的离婚的派对 就是许多美国人离婚的时候 会办个派对 对 表示就是告别过去啊 很欢乐啊 就这个意思 而这名女子这个派对 我厉害了 她怎么样呢 炸掉婚纱 我这个脸 就等于是 这位43岁的妇女呢 她决定啊 炸掉婚纱 原本是想把婚纱烧了 结果她爸 对 还有别人建议说 不如把她炸了 于是就找了 9公斤的炸药 然后呢 就是把婚纱放在上面 然后她远距离的瞄准 一枪打过去 打得还不准 一枪就给打炸了 然后就爆炸声音 传到了方圆24公里的范围 我天 哎 我觉得这挺好 对啊 就是这是强悍的女性 对啊 用这种方式和自己的过去 和自己失败的婚姻一刀两断 我觉得可以推广啊 你知道 这这这真的蛮好的 我还蛮欣赏 蛮佩服的呢 人有火气 一定要释放出来 你不释放出来 憋在心里边 那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对 像这位美国妇女 用这种一枪把自己的婚纱炸掉 我觉得十分之可取 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就要转向 美国 这个有趣的神奇的国家 你知道在美国经常发生一些 非常神奇有趣的 故事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一 part呢 是我要说的一个担心 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担心 就什么问题呢 你知道 如果是把自己的婚纱直接给广炸掉 这其实说明这人耿直 对 拥有这样人民的国家是有前途的 但问题是 美国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许多人不再那么耿直了 对 甚至 甚至我觉得变得就是不太实诚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问题 呃 这这这这这这张华街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 去年 在美国啊 发生了一个感动全美的故事 哇 特别戏剧性 就是去年感恩节前夕 然后呢 呃 有一个新泽西的女孩子 叫凯特 麦克卢尔 对 然后他偶遇了一个流浪汉 然后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说说当时呢 呃 这位这位这个这个女孩子吧 那个深夜 那个深夜一个人驾车 行驶在费城95号洲际公路上 对呀 可是他下高速前吧 汽车那汽油用完了 他车动不了 他感到非常害怕 也很绝望 但这时候他偶然遇到一位流浪汉 伯比特 确切说伯比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兵 对 要知道 如果要这事发生在咱们国家 说有一个流浪汉 结果他其实是退役的老兵 我们大家都要骂死了 但是这个在美国常见 很多的退役老兵呢 都会沦为流浪汉 他就碰到这么一位 然后呢 这位老兵就说 你把汽车坐好 对呀 好好待着 然后他自己呢 跑到加油站 他只身上只有20美元 就用20美元 买一桶汽油拎过来 帮这个女孩子加油 哎呦 这女孩子感动坏了 于是呢 他就他在网络上述说这件事情 说我要帮助这个退役老兵 他和他的男朋友一起 发起了相当于众仇 哎呀 我这这事传特别广 感动全美啊 咱们这有感动中国 人家有感动美利坚 对呀 感动美利坚 结果美利坚人民 慷慨解囊 几个月时间 大概有14000多名捐赠者 捐赠了40万美元 就是给这个流浪汉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啊 来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去年美国媒体的各种报道 那真是铺天盖地 连篇累度啊 嗯 你哪去了 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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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这个女孩还挺漂亮 然后旁边流浪汉 这个退伍卢老兵 胡子拉叉 不是拉叉 胡子挺长 很倒霉 对 很那个悲催的样子 然后呢 这事被公布之后啊 轰动全美 是啊 然后他们就专门设立了一个 众筹嘛 要帮助这位退伍老兵伯比特 得给他筹点钱呀 改善他的生活 不能再让他无家可归了吗 然后美国人民纷纷响应 决心让这个善良的老兵 是吧 老有所养 老有所归 瞧 这个是那个捐赠 捐赠的网站 哇 对 捐了四十多万 这已经四十万两千七百零六美元了 天哪 很厉害呀 所以呢 这个老兵的人生 算是被彻底的改变了 与此同时 那个女孩 以及他的男友 对吧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快乐的相处 嗯哼 看看当时他们这个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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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幸福的表情 哎 这个图还真是不好找 你看 这是他们一起 他们两个一起上节目 就这女孩和这个老兵 是吧 哎 笑得很开心 两个人都很高兴 那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更多 更加温暖的 这个图 我都给大家找到了 嗯 哎呀 这是天使在人间呀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一个天使 遇到了另外一个天使 是吧 哎 不对 一个天使遇到两个天使 就是这时候 这个女孩和他的男朋友 他们一起来帮助 这个流浪汉 帮助这个老兵 当时这个故事出来之后 感动了很多人啊 我在国内也看到 有这公知大V 转这事 就说你看着美国人民 多善良 对吧 没说的 哎 来瞧这张图 这是他们仨 对吧 一起在家里边 过圣诞节 哇 多么多么的温暖 这还放着只狗狗 就几乎就成了一家人了 对吧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 可是人而好 就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反转 什么反转呢 就是这个流浪汉啊 向媒体述说 说捐了四十万美元 但是他只拿到两三万美元 其他钱呢 全都被那俩 这对情侣给秘了 然后说他们就开始那个去赌博 然后买辆宝马 说这不是大家给我捐的钱呢 怎么你们给拿走了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 这就不对了 你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捐的善款 给这给流浪汉的 你们自己拿了呢 结果呢 这女孩和他男朋友就出来解释了一番 说不是他们不想给这流浪汉 是这流浪汉有很多毛病 包括吸毒 你钱给他 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 所以我们是替他代管 对暂时慢慢的给他 是这个意思 反正这听着吧 这解释有点勉强 有点牵强 但是也还罢了 就到底是反正就是做善事嘛 可是问题是最新的消息传来 对 这三个人已经被起诉了 为什么起诉呢 对 根本就是仨骗子 就是他们不是什么偶然人 他们之前就认识 然后就编了一个故事 对 对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证据 包括他们之前啊 就是发短信 说我们要编个故事 感人的故事 全都证据都有了 现在对他们正式提起诉 三个人准备进大牢吧 然后最逗的是媒体向检察官问了一个问题 说如果他们三个不内讧的话 是不是原本啊 这事就过去了 就他们就得逞了 然后检察官说还真是这样 差点他们就就就逃脱 就逃脱法律惩罚 这就是在美国出的事 你说这是不是啊 美国人民就好不容易有点爱心 也不能叫好不容易 本来就挺有爱心的 结果被这三个给浪费了 那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 你倒说说 美国人民怎么办 美利坚 无处安放的爱心怎么办 这就是我说 美国社会现在风气 真的开始出现堕落 然后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下件事情 就更加的惨痛了 这个杨浩天说 后边这位白衣空姐的表情 就觉得小白你好神闹 你觉得我好神闹吗 不会吧 再问Empty Panda 来了两个小姐姐 其实这两个小姐姐 就是是两位空姐 好吧 然后今天他们在这 落脚休息 小姐姐笑得好美哦 不是我说了半天 和你们一句没听啊 就是全都在这盯着姐姐 小姐姐 这样好吗 这样对吗 真的好多留言 全都是笨的你们俩 然后有人在问空姐微博 能不能公布一下 人家才来一次 就非让人公布微博 以后要是熟了再说 再说 人家就是临时来住 说不定下礼拜就不在这 OK 空姐想 想想 你够够的 人家想什么 你怎么知道 其用此理 这里都是男观众 同性相斥 异性相惜 哦 好吧 那个 空姐 对吧 以他们的这个 超出凡人的仪态心里面 这倒也不奇怪 两个小姐姐在想 下播之后怎么家暴 小姐小白起开 小姐上前 我是主播 我凭什么起开啊 真逗 后面那个霸气 说你呢 哦 对对对 后面那小姐姐比较霸气 可以简称霸气姐 OK 我接下来讲到这件事 可以更加进一步的证明 美国社会现在出现的问题 严重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什么事呢 确切说 实际上这件事发生在非洲 非洲国家马里 马里的首都啊 有一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在驻扎 然后这支特种部队还特别有名 海豹六队 海豹六队为什么有名 因为海豹六队执行过一个特别震惊全球的任务 就是当初他们曾经追杀 而且成功的就干掉了那个本拉登 哦 这厉害吧 对啊 像这样一个一支部队 精英部队 精锐部队 符合所有的想象 符合所有的那种冒险片的想象 然后你会 也是我们所有的公之大V最热爱的 就是美国大兵的标准的这个范儿 很酷哦 很威武哦 装备精良啊 然后执行各种高大上的任务啊 对拯救全世界啊 为了民主而奋斗啊 就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正好驻扎在马里 出了个事 什么事呢 哎呦 我说的都觉得就是就觉得就是像 像天方夜谭一般 说他们里边其中一名队员呀 死于非命 对 而且就是死的是相当的惨 那么呃 大家看他们驻扎的地方就在马里 然后死者就是这位 其中一名军官 OK 他的名字叫做梅尔加 这位梅尔加他是怎么死呢 被人勒死的 关键是被谁勒死的呢 最后查出来 是被他的两名同事 同僚 两名战友给勒死的 啊 怎么会杀自己人 关键是 那两个人为什么对他下手 我天呐 调查结果就是现在公布出来震撼 是因为吧 就是就是这位 这个就是他们这些同事干嘛呢 在基地呀 招小姐 就然后搞派对 搞得乌烟瘴气 对乱七八糟 你说你是一特种部队 然后叫一帮小姐 这算算怎么回事了 对吧 然后不仅如此 那个这个特种部队 还有人在贪污经费 比如说本来有钱招募现任 对 然后呢 嘿 他们给私吞了 你说那你可 你可怎么打仗 你就就是很难办嘛 所以呢 然后就这位 就受害者啊 他是准备向军方来举报 结果被他的战友发现 直接就把他给勒死了 我天哪 你看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这位受害者呢 他其实是有些正义感的 可是却死于非命 那这样的结果 你基本上可以认为 是吧 就是这个 在美国的最著名的精英的特种部队里边 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这个正义感 这事出来轰动全美 也把我给震撼了 所以 那么美国社会 现在这个事风日下 出路何在 我在这里指出来 其实是有条出路的 出路在哪里呢 我的建议啊 就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就是方向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大家是否记得 就是这上次大选 其实民主党有个候选人 叫桑德斯 年轻挺大一个老头 他就是社会主义立场 他也从来不会 他就是 我说就是社会主义者 很多年轻人 是非常赞成他的 据说有一份统计数字说 现在美国大概有40%的年轻人 都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了 我们说明一点 他们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但并不是在中国 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 是类似于北欧的那种 对 社会党啊 就那些 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现在在美国 甚至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大家有没有听说 现在美国 就是众院 有一枚 有一名非常年轻的女议员 特别年轻 对啊 然后是纽约来的 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 她名字叫做Cortez 应该是叫这名字 她就打的一个宣传 就是说 我就是社会主义者 真是这样 这件事还挺神奇的 现在在美国 对吧 资本主义大本营 居然 居然有人 有年轻人 甚至有议员 以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为荣 这个是个有趣的迹象 那 哈 这就是他哟 Socialism will win 社会主义将会取得胜利 天哪 对以前我们对美国人喊这句话 他们不信 现在他们自己人喊起来了 这个蛮有意思了 但这位社会主义者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有 他还真是与众不同 你知道在美国 如果你能够当选一员 你其实很快就会获得捞钱的机会 你的生活条件等等就会很快得到改善 但是我们注意到 美国的这位 这位这位所谓社会主义议员 他的日子就过得不是特别容易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说这话 他说在我成为议员之前 我有三个月没收入 我怎么租得起房子呢 这些事情很小 但是很现实 就是他现在依然展现出某种 就是说革命者的那个风采 就是拒绝与美国政治主流 同流合污 这还真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对啊 而且这个说的就是 他们所说的社会民族主义 你知道在美国 之前咱们节目讲到 实际上已经有年轻人 甚至是美国军队的年轻人 开始向往什么呢 共产主义 这也是真实 之前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在上个学期的时候 曾经讲到过这件事情 对 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西点军校的节夜典礼上 有一位学员 你知道他的帽子里写了什么 communism well win 共产主义将会胜利 他藏在帽子里边给大家看 是吧 然后他是一个自发的 在美国社会长大 然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因为他认为 美国社会病入膏肓 只有共产主义 才能拯救他心爱的 他所热爱的美利坚 你想 他把自己的这个对军服给打开 里边是谁 是革命领袖 切割瓦拉 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所以 我当真觉得 就是美国社会 正在孕育巨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 会出乎我们所有的意料 甚至我们也没有想到 甚至他们会主动的往左来转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是有轮回的 你知道 美国在过去 大概二三十年 三十年时间里边 拼命在全世界忽悠一件事 民主 再从前 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 主张民主 然后美国特别反对 后来他巧妙的把这置换了 就是他认为他代表民主 然后来忽悠全球 但问题是 你忽悠了忽悠 会忽悠真的 就美国国内人民也觉得 我们就是应该民主 如果真的民主 那资本家的这种统治 这种大资本势力 就会受到质疑 就必然出现许多 普通美国民主向左转 因为以前美国社会 太过有情 所以大家等着看好戏 就是那个接下来 在美国会出很多 有意思的 有趣的这个事情 我是等着看着的 我觉得好玩 我觉得有趣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了 比如说 这个英国金融时报 11月19号 昨天报道说 一家中国企业 葛州瓦集团 要投资20亿美元 到菲律宾 为什么呢 要把以前美国 驻扎菲律宾的 克拉克工军基地 打造成一个工艺园区 这个厉害了 因为那个 从前啊 美国在菲律宾 是有军事基地的 对 大规模的空军基地 克拉克空军基地 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规模非常大 对 但是后来呢 由于菲律宾国内呢 这个就是 反对呼声越来越高 后来美国撤出了一个基地 但是呢 一直有一种声音 说美国随时打算回来 而现在菲律宾态度是 我不但你别回来 而且我把这基地交给中国 交给中国改造 改造成工业园区 哇 太厉害了 这个厉害 这什么呢 就是美国在各处忙着去建军事基地 然后到处去轰炸 对 搞这个那个 而中国 搞建设 我们跟在后边 帮他擦屁股 对 在这过程中 大家都收益 对 你干的坏事 我们帮你料理到了 同时呢 我们也顺便 你知道20亿美元的大项目 很合适哦 工业基地建成之后 你估计谁是谁入住 当然是中国企业 嘿 很棒哟 所以 在这个美利坚相对衰落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中国一定可以有所作为 我是真心诚意这么讲的 就这个并不是什么宣传用语 就这就是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大的趋势 很有意思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国内啊 我们说点有趣的事情 可能时间不够了 那我来说这么件事吧 这不是最近美国加州 加利福尼亚州着大火 对啊 然后有网友就讲到说啊 因为美国呢 其实在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这个工资 对 特别喜欢用一种说辞 就是凡是中国 对 所有的坏事 那都是因为中国体制有问题 甚至是因为中国文化有问题 就他们评论模式是这样的 那这次加州着这么大大火 对啊 那而且呢 救援不利 到现在都欣慰不了 还死了好多人 失踪上千人 这次怎么回事啊 烧了无数的房子 所以有些网友呢 就也用这理论 说那这是不是体制问题呢 对 就是 这个国家怎么了 这回说的是美利坚 一定是体制问题 定体问 这国怎定体问 我陷入了沉思 我陷入了沉思 但是结果这个言论 你出来之后吧 工资赶紧往回着 就拼命的带着节奏 就说 哎呀 那个大家要了解美国体制 它是很宽容大 那个其实美国消防机制 没问题呀 但是有网友 有网友呢 就有意外的收获 就发现呀 就是怎么说呢 说有的那个美资的中文的网媒 比如说啊 某网媒 就会把你这个这些言论 给和谐掉 对 然后呢 人家专门制作了一个 有趣的视频 我们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看现在能不能播放 OK 看一看啊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消息了 有意思 走 来看这个 哎 没声音 哦 对 看到了吧 就之前 关于加州火山的这个 然后就404了 对 然后 然后就开始传这些东西 嗯 哎 哎呀 就是 这下大家知道 404可以怎样出现了 就是事实上是存在 这些 文章被删了 瞧瞧瞧瞧瞧 哎 上次我那个 在节目里边发了一回标 为什么事呢 就是关于那个奥运会的事 因为我个人觉得吧 其实 中国可以再深办一次奥运会 无论是上海 还是中国的其他城市 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然后 一帮人不乐意了 然后你要上网看 各种言论也都是觉得 哎呀 奥运会劳民伤财 北京奥运会就那么糟糕 难道还要再花冤枉钱吗 我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我就是北京人 我就住在北京 08年我也在北京 我经历奥运会 奥运会非常好 无论是奥运会本身 办的无比成功 开幕是精彩无比 对 然后那么多金牌 然后破纪录 等等等等 博尔特在这 这个姿势 多棒多酷的奥运会 而且对于北京这个城市 奥运会整个赚大了 就是因为奥运会 导致北京整个城市升级了 就成了一个国际性的 现代化的大都市 按说这是最成功的案例 那你说世界上 现在别的国家 办不起奥运会 可是我们是办的是成功的 为什么我们这里人人都说 不能再办 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我的分析是 有人不愿意我们办 不愿意中国 借着奥运会机会 跳跃性的发展 不愿意中国 因此凝聚明星 凝聚人气 对啊 那华盛顿的老爷 不喜欢中国办奥运 一声令下 然后我们这儿 所有人都跟着喊 对我们劳运生财 我脑残 我有病啊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各位啊 就说那个 一方面我们生活中 有些人是在带风向 这种人 人渣 但另外一方面 有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太容易清醒了 你明明大家都经历过奥运会 然后有人说奥运会就不好 劳运生财 所有人都跟着喊 你就动我脑子没有啊 对吧 所以这个 那但是我的判断 美国现在逐渐的自顾不暇 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吧 据说把一些本来 比如说给中国的这些公知 什么钱都给砍了 好 对 随着这个两个国家 国力的相对实力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种继续在国内 试图替美国来说话 然后封锁我们的正常言论的 这种这种这种傻差会越来越少 我对此非常的有信心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小白合租日记 现在马上到十点了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有一位源之谜地 叫做那只是北京好 那我问你 就说在哪办 算是所有人都好 在任何一个地方办 在重庆办 重庆好 在河南办 河南好 对吧 在广州办 广州好 如果这么说的话 中国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办了 为什么 因为其他地方人的嫉妒之火 会使得人们愿意自己放弃机会 而完全意识不到 一个城市好了 会带动一个省 一个省好了 会带动一个国家 在我们这哪办都合适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在你家办 你才合适 对吗 你也太自私了吧 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问题了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被人家 那个西方媒体忽悠 有些人纯是出于自己小家子气 对吗 对啊 就是我这有人有话直说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就是不够大气 王 王葡萄 王葡萄他说 重庆来来来 真的是下一个哪个中国城市 能够申办奥运会 哪个城市就会得到大发展 跳跃性的 飞速的发展 这是机会 对啊 干嘛不抓这机会 现在别的国家城市都办不起 我们只要申办稳拿 干嘛不要这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呼声最高的是上海 就是那个只要上海 只要申请一定拿下 但是如果上海愿意错过这机会 那我建议各个城市要抓这个机会 而不是拱手让鱼人 别犯傻了 你办一个奥运 整个国家资源都向你倾斜 你办一个奥运 全世界人民都好想去那观光旅游 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啊 谢谢彪哥送的烤鱼 那然后呢 这个时间已经22点了 我们的两个空姐 可能明天还有航班的 我就不打扰他们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 对吧 谢谢大家 明天晚上同样时间8点再见 不过明天晚上 我看你们是见不到空姐了 他们要飞了 拜拜 拜拜 嗯 两位空姐愿不愿意冲着这招招手 哦 你先接住 拜拜 晚安 好的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